原标题 赵登宇响亮 但他的经历同样值得尊重 毕业于宝殿陆军军官学校的陈安保成名很早 在与山东军阀张宗昌战斗中 将三百名白鹅铁甲哥萨克全歼 此战让陈安保一战成名 也让蒋介石为这位虎将抛出了橄榄枝 为了拉拢陈安保 蒋介石还效仿桃操称 手下猛人许楚为虎斥 将陈安保也赞誉为虎斥 但蒋介石和陈安保终究不是一路人 从松户会战就能看出来 当时陈安保负责狙击拥有强大火力掩护的日军第十八师团 在武器装备天壤之别的极端劣势下 陈安保不仅毫不退缩 反而做好了训国的准备 用血肉支驱硬扛日军的火炮 正在陈安保准备和日军与死网破的时候 后方却传 来了后撤的军令 原来在陈安保想着为国捐躯的时候 蒋介石的心中只有保存实力 松户会战中陈安保没有如愿 但击踵而至的南昌之战给了他机会 南昌失守之后 已经是中将军长的陈安保接到了夺回南昌城的任务 而他面临的是武力配置远超晚军的 有点陈安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